老公说周末在家想吃牛肉面,这还不简单吗? 今天买的这一块是牛里肌肉,这个肉呢比较嫩,它切成丝 切好的牛里肌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配方我打在屏幕上,肉我买了220克左右 也就是半斤不到一点,没有米酒的就用黄酒或料酒 先给它抓拌一下,让这些调料吸收到牛肉里 再放一点红薯粉,不用放太多,可以拌匀就行了 最后一步封上油,让它腌5分钟 准备两勺剁辣椒还有雪菜,没有的可以去超市买哦 另外再切点姜丝和大蒜叶 铁锅烧菜我们一定要先把锅烧得很热再倒油 油热了以后这样润一润锅,然后先把姜丝放进去爆香 牛肉下锅前我们用手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再放到锅里,用大火去给它划散 看到牛肉变色了以后放入剁辣椒还有雪菜 一起翻炒个几十秒就可以了,不要炒老了 然后加入开水,记住是开水不是冷水哦 然后等它再次煮开了以后可以尝一下这个汤的咸淡 我这个刚刚好不用加盐了 然后关火,放入大蒜叶就好了 另外一锅煮好的面条给它捞出来 喜欢吃有劲道一点的面条可以买那种鲜面条 然后就把我们刚才煮好的牛肉和汤一起盖在面条上 会吃辣的还可以放点这种辣椒油,特别的香 这一碗是我的 好了好了,阿晨,过来端吧 有点好吃了,我会拍拖一次 但这两个东西在并不是在我们上一盒 有点反应 关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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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